來 歡迎光臨這邊坐 曾小姐嘛 怎麼樣 這一間很開運喔 老師 這個開運假睫毛真的很開運耶 老師 是這樣子的啦 今年我要主持金鐘獎 什麼獎 金鐘喔 金鐘獎喔 來 抽這個 不是仲天萬眾嫌疑的 介紹給你 閉上眼睛 想像 你一個人站在舞台上的時候 再想像台下做滿觀眾的時候 最後 再想像你手中獲得40公分 金鐘的時候 來 抽下去 好 這波子呢 多吃就有人改靈了 你看那個什麼 什麼湯曲洋老師 都會吃 都懂吃 吃到被你脫死了 都會吃才能接通 好 好 來 去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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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吧 誰 誰 阿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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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翔不行啦 死我了 終於可以不用再為金鐘獎減肥了 這家豬腳真的好好吃喔 受不了 受不了 好吃 好吃 啊 大家 乾杯 我肯定會不斷 你凭什麼 你凭什麼 你凭什麼可以搶走我的客人 你凭什麼這家店可以歸你管 凭什麼整間店 只有他有丟了他给吹 人家是国师 你觉得呢 陈嘉玲 不要问我这个问题 你干不错我现在压力很大吗 我怕他 不要我怕 夏琳啊 妈妈跟你说 我们入围啊 就是肯定 而且你还双胞胎呢 来啦 放轻松啦 喝茶 喝茶 这些茶都给你吗 用豆也改变 这些不是今天的浪茶 当年三万的新国 这些茶 用豆 金 春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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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得呢 青年经中讲了五个重点 首先 首先 要拥有逆级般的破例 同时 也要有滑灯的优雅 也不能忘了茶净的精灵 当然也要有淑女的灑透 最后 更要拥抱苏卡罗的豆演 今天 那我们来欢迎 最先 最有气质的 第57届的电视金钟奖 是这个颁奖典礼主持人 曾宝怡 曾宝怡 我同时也是昨天没有得奖的主持人 曾宝怡 但是做这行好像就是这样 不管我们得不得奖 有没有上这个台 有没有入围 如果明天早上的通告 通告单上写的是05500 我们还是会调好闹钟 出门 开工 可这也就是我们这么喜欢这个行业的一个原因 我们会为了他 睡少一点 因为我们真的很爱他 所以今天第一个最大的掌声 我想要送给全场 所有这一年来辛苦的电视从业人员 谢谢你们 谢谢你们带给台湾电视剧 这一年来的美好 真的太棒了 你们真的太棒了 你知道刚刚那个片头是我跟阿翰泡影片 还有三立电视台 送给今年入围最佳戏剧的五部入围影片 小小礼物 今年真的很开心喔 很多演员都迎来了自己的人生角色 我们都记得你们戏里面的名字 我刚刚真的很过瘾 我一口气演了五个 很累 可是很爽 我可以想像这一年演员们有多开心 而这是我第一次站在金钟奖的舞台上 做主持人 我必须说我真的很喜欢颁奖典礼 因为颁奖典礼就是一个见证奇迹的时刻 我们可以在这个舞台上看到 人上台了之后 开心的笑 感动的哭 说出所有这一辈子的感谢 还有它也是写历史的时刻 刚刚我们在影片说 今年金钟奖真的很残忍啊 自相残杀啊 换一个角度想 会不会像昨天一样 也有双蛋黄的可能性 如果这个历史出现了 会不会查经两个男主角都得奖了 所以郭哥跟温森豪可以同时上台 让季赏跟KK世纪重逢呢 如果华登初上 杨锦豪跟林师傅去换衣服了 女主角都是要换衣服了 或者是刘品妍 阿季你今天真的太帅了 这个杀气就是要来得奖的 如果他们都得奖了 光酒吧 会不会在这个舞台上重新开幕呢 还有 在迷你剧集里面 比悲伤更悲伤的故事 竟然一口气入围了六个演员奖 他们可以开出两种双蛋黄 两个男主角 两个男配角 如果真的是这么好的结局 这个悲伤的故事 就会变得非常欢乐了 除此之外 还有一种历史可能被写下 是什么 可能会有一个演员 拿两个金钟奖回家 比方说 杨佑宁 入围男主角 又入围迷你剧集男主角 My love 很臭屁 比方说做你后面的薛世玲 薛世玲先生去年已经走路有逢 一个人拿了两个奖项 今年如果再拿两个 两年拿四个 这个记录我觉得短期之内 其实很难有人突破了 薛世玲走着瞧喔好不好 干什么那么害羞啊 你都把奖金捐出来 大家都等着你得奖耶 还有一个可能性 当然就是我们的谢颖萱 入围了两个女主角 谢颖萱叫我今天在台上跟大家说 她已经入围七次金钟奖都没有得过 请大家不要忘记 太大声了 如果她得了两个女主角 左手一个 右手一个 也有可能会有两个奖金喔 吃饭喔 好 但是呢大家还喜欢另外一种蛋 叫彩蛋 或是你可以说红色炸蛋 因为今天我们有情侣党入围了 就是入围最佳男配角的吴康仁先生 还有不知道为什么被安排做得很远的少玉威小姐 你说 如果这两个人都得奖了 吴康仁会不会默默拿出在口袋里藏了很久的戒指 在这个舞台上 很难说很难说 但今天就是充满了爱意的一碗 刚刚我讲的是有可能写下的历史 其实还有很多历史在今年都已经被写下了 包括今年真的是台剧百花齐放 我们看到查金 俗女养成期二 分别以16项跟15项入围金钟奖 破了金钟奖的记录 同时 亚兰姐你的胡子呢 好 今天先恢复美貌 陈亚兰女士 是金钟史上第一位 以生理女性的身份 入围最佳男主角 这不只是金钟的历史 同时也为台湾的性别议题 开启了更多对话的可能性 那另外呢 还有一个别具意义的改变 就是我们今年增加了四个奖项 分别是造型设计奖 视觉特效奖 主题歌曲奖 还有戏剧配乐奖 让我们更完整的向幕后所有的创作者致敬